这个道德经带回去啊 有 他有没有把道德经又带来了啊 在我们身上 这个道德经在我们身上 我们这个时时刻刻都保有他 那我们讲到 这个不贵难得之后使民不为道 是吗 对 对 因为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在凡城 所有的万象都虚幻不实在的 那假如说我们太看重那个外象 太看重外面的这些 贵重的东西啊 那我们相对的 对自己的 那个佛性本体啊 就会看清了 这样呢 就本末导致啊 我们要看重我们佛性本体 然后呢要看重呢 所有 外面的所有这个形象 所有的一切呢 我们都把它看清 这样呢 我们的这个追求方向才是正确 那么